迈入2020年美国军力如何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呢 美国海军最近就宣布完成了远程反舰飞弹测试 而且很快就可以服役 加强水面上的飞弹作战能力 美国海军表示AGM-158C反舰飞弹 是由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所主导并研发出的新一代反舰飞弹 特色是飞弹发射途中能精准选择路线、引擎和搜寻目标 同时自动飞行闪避或绕过敌方雷达防御 并且能针对雷达最薄弱的路线自动转换与导航 最终达成军事破坏 除此之外,飞弹还在多方面强化 不知最远可飞行926公里 并且装载上1000磅重的弹头 而且还能支援多种发射平台 美国海军宣布空射型的AGM-158C反舰飞弹 未来将首先服役 并且搭载在战机上来取代 已经使用近50年的AGM-84鱼叉反舰飞弹 成为美国海军最主要的反舰飞弹 东西新闻团队在马里兰州的总和报导